为了这个我就收集很多故事 后来我就在电视上讲佛陀一百个故事 这样了 因为我以前是讲给儿子听的 我记得要出家 我就要给他学会 种下一个根 将来来世 未来世 有机会会萌芽的 所以为了别人你会进步 为了讲给我儿子听 为了讲给我太太听 那我总要去收集一些 还要送他礼物 那我来讲的意思 这个慈心不要只会解释 娱乐 我要给众生快乐 看着你还没要打酒 看着别人还想给 所以师父啊 别看着别人要主动 尤其我们比丘尼师父 比丘尼师父 比丘尼师父 你不要看我 我也不会看你 那不行 大家好 欢迎来法会 你去打酒后 因为修行 修行不是 不是用个性 修行是用佛性 你会记得 你来每天打酒后 出家的人就是 出家很快乐 出家很快乐 快乐家族 快乐民族 快乐净土 那既然讲词 我没坏心 问题你也没好心 那当然各位 让我们吹电风 让我们吃好 让我们坐好 让我们欢迎 那一节 你的标情 你的公文 一切 不要让对方痛苦 只要让你快乐 而且把这个快乐 成为你生命的责任 那希望大家 多修这个 来 读一下 词无量心 无量无量无边 就是大的意思 所以我现在已经会笑了 你也会笑 我一个人在房间 我也在词无量心 看得不错了 现在有网络 真的笑得到天空也笑得到不完 所以我昨天在查唐朝的 哇哇哇 死了那么多 哇 那些死 那些自杀 哇 念不完 杀白尾 所以写不完 我再过几天要去澳洲 一查资料 哇哇哇 这样啊 澳洲是罪犯的天堂 那罪犯不死 不知道笑得到吗 澳洲参加过二次打仗 澳洲的原住民 按澳洲的宗教徒 澳洲的袋鼠 澳洲的牛 超度不完 但是你总要想办法 想办法 保持在慈心的状态 结果啊 你这样在你练习嘛 你会发觉 你一直在快乐的心态 一直在快乐的心态 因为你一直想要保达 表达关心对方 所以各位爱的开心练习 每天笑 每天主动打招呼 好不好 做众生不请之有 主动关怀对方 像我刚刚来 我这个人比较不过 我会绕一圈 我看义工菩萨在那边照顾 我打个招呼 那边喷水啊 用水啊 点灯啊 革西 在那边修法啊 有型的打招呼 无型的打招呼 然后你要表达欢喜 像各位在念大悲咒 我就跑去那边回向 回向 把大家的功德 我也来念大悲咒 供养消灾拔度 那当然 我这样讲 如果各位要了解慈心的名相 那当然书籍里面很多 但是现在 我讲的是实际的用 面外像弥勒菩萨一样 只要大口大口 露虎的话 敢说露虎 会出在头 敢说出在头 他专门在通知别人这个了 而且 一个严肃的道场 他要变成幽默 所以为什么弥勒菩萨 放在五官堂 还有出家人的吃饭 很严肃 好像都没有什么悲心 所以他要演一出戏 来告诉慈心是什么 柔软是什么 所以用布袋和尚的 这种幽默 去柔软中心 背着众生的烦恼 也承担了众生的痛苦 放下烦恼 承担众生 他经常拿着一个布袋 他用这种形象 度了多少众生 所以大部分人都认识布袋和尚 但是很少人认识弥勒菩萨 那这弥勒菩萨 他们家住在做我也知道 我们家餐天门口 会吃我们的弥勒 那我都知道 那弥勒菩萨 为了要表达这个 那我想 我们也要开始 想这种 再来 悲 大 大就是无分别 而且 这个大也代表 没有我在慈悲 各位你会说 我对你很好 连这个也不行 因为主必是我们的本体 主必是我们的本性 主必是我们的实生 就像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空气 没有空气就要死 空气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会停 所以这个大悲 看到众生疏忽 心肝就要求 这个叫大悲 没有分别 你早上强奸我 你现在跌倒了 我还要救你 希望你好 没有过去心不可得 不会存在说 你曾经对不起我 我就是想要让你离苦 脱离痛苦 而且把让众生脱离痛苦 成为你生命存在的价值 我们拖掉的 失败就要死 没有为别的 所以各位 你家庭要快乐 不是改变对吧 用慈心悲心 对待你们家的人 你做坏事 你来去轨 明天他们要安排我去 大聊女子监狱 然后呢我要庄严一点 因为我有 我安住空性 你来看的话 你就进入空性 那就好了 所以 但是如果我有爱染心 我就不能这一套 明明我就再见 所以各位 我叔叔说的 你手如果没有空 你去摸垃圾就没关系 你手自己如果有空 不能去摸摸 你自己还有分别爱染 那你千万不要着相 不然你会拔下去 所以 但是你自己觉得 我没有 我纯心自问 没有了 不会 我虽然知道 男人很帅 女人很漂亮 我看你一眼 但是心中 不能有那个想法 冰激凌好不好吃 好吃 但不吃 我还会问 是不是香草 考虑一下 我只有吃香草 所以 但是 但是我心里面不会想 你不跟我说 我不会想 但是你要知道 你会不会 就像我看到别人在抽烟 哎呀 我是婚贵啦 我以前为了出家 已经刷了好几次 现在也刷不好 但是 我只好抽烟 很香 但是现在闻起来不香 但是没有欲望 但是我也不会骂他抽烟 所以各位你不能说 我没有吃烟 我去梅仔吃烟 那也不对 只是因为 同情他 他就不了解乎乎了 他不了解乎乎了 他不了解乎乎了 他没有必要去吃烟 拿那种 他如果点了一根香 共用重心 强调很大呢 但是他不知道 所以我想慈跟悲 前面有一個喜捨 就是一個冤親平等 你不會喜歡這個討厭這個 而且他做好的 你比他還高興 所以各位你在路邊啊 看到老人看老人 心裡很快樂 這個叫喜 真的是百年好合啊 模範夫妻啊 你看到一個男孩子 跟他們老母太孝順了 哎呀 隨時 那你看到一個老人 自己在路邊走 沒有人跟他走 要嘛你就去跟他走 不然呢 你就一直給他回鄉 希望他走路平安 你就要找那個機會收行 這個叫心 這個心態是因為外在的這些象 你浮出這個念頭了 所以要大慈悲心 第二個 秉丁心 沒有分別 那大家都知道 沒有分別 簡單說這個 你對待 他這樣 叫對待那樣子 我們今天也要放心 那不管是老虎 大象獅子 羊 豬 那我們都平等 那今天你會救物命 有行的 你要幫助無行的 你今天要怎麼疼你的兒子 你就要怎麼疼所有的重心 如何癒好你的背部 但是這個平等 只是眾生平等 還有一個叫法平等 什麼叫法平等 反正 健康 這不是人為因素啊 那我都可以接受 叫平等 所以你命我 你對我好 我依然平等對待你 包括用慈悲心 用平等心去做慈悲心 所以各位要慈悲心 你今天你們老公也好 找我 你會吃醋 你趕快念 因為你沒有平等心 你會覺得 不開心 他為什麼 跟別人這樣說話 人的愛民主 你跟外界人一樣 我有人是在路邊 不行 各位有人拿共用碗 我就很抱歉 旁邊師傅說 我不是人喔 你不要拿給我 然後他的心態 也會現出來 那個時候我也沒辦法 強迫信徒去做啊 我拿到紅包 那我也會跟一位法師 阿彌陀佛這樣 表達我對他的打招呼 而不是說 我拿著紅包 我跟他臭皮 那各位 平等心 很簡單 我們現在要開始去練習吧 健康也好 打招呼也好 打招呼也好 有完好 沒有也好 除了眾生平等 法平等 用這樣子的平等心 升起大悲心 念大悲祝 所以你對你老婆 念大悲祝 你對眾生都要念大悲祝 再來 無違心 無明言行 了解 因為 無違就是說 講的小小話就是說 不要有什麼企圖 這樣啦 哪裡呢 因為就算你企圖去做什麼 結果 也都是一樣 有違法 都是變化無常 虛幻的 那 你既要有所求去做 結果都是苦的 因為 身必定是滅 所以現在各位做什麼事情 要以無所求的 按住涅槃其境而去做 而去慈悲心 所以慈悲心是無違心 那慈悲心必須有無所求的心態 無我分別的平等心去慈悲 不然如果有違法 你給你有所求的去做 那結果還是幻化 沒有功德 義主公就像告訴我們 保持空性 那這裡當然無違心也是平等心 平等心也是空觀心 但是 觀音菩薩用各種方法 讓人了解 所以今天 我們去跟我們做念 不需要介紹我們是 慈悲自業生命電視台 也不是為了錢來 祝念就是祝念 你的老伯就是我老伯 所以我念對方也是念我自己 所以有這個平等心 無所求的無違心 目的還是要圓滿大慈悲心 但是 不管你亂努力 各位要了解 一切都回歸平靜 歸零 就像你給你做的體重器打下去這樣 你稍等的腳一定要拉起來 它就回來了 萬法 最後都是空無自信 所以 那 現在很痛 很痛 現在很快樂 那這個快樂跟痛苦 它是一個緣起的夜報 但是 總會過去的 這個無違心 並不是脫離法界 脫離任何事項 而是了解萬事都是變化無常 所以我想金剛精要我們講這個無違法 但是無違法你要從有違法去看 你不能離開有違法 這段時間大家聚會在一起 大家會分開 太陽出來太陽會下去 在一起的會分開 有生無不死 那你要從有的有違法 有違法去瞭解萬法 終歸無違 這樣你就不會被這個變化有分別 所以無所求先去念大悲宗 反而大悲的力量就展現出來 再來 是無染灼心 記得安喔 很多人問我說舒服啊 我們老公在打邊 帝總經我念幾遍 我一天念二十遍好不好 我念一年好不好 我那時候都畫得出來 那你這個是懶著心在念 我說你這樣 力量不大 可能念了沒什麼功德 我老公在打邊 我母在打邊 我兒子在打邊 我兒子在打邊 原來眾生都會打邊 這打邊給我很煩惱 所以我開始來念大悲宗 希望所有打邊的人 我為了我的兒子在打邊 我念所有的打邊的人 打邊的眾生 這個叫無染灼心 我愛你 不想爭絕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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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期全网国税局报税 请避开申报人潮 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 一 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 降低现场等待时间 避免人潮聚集 二 请全程佩戴口罩 配合量体温 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 保持社交距离 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 请在家休息 并采用网络报税 报税不忘防疫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贪念称心 祸及全家 在花鸟鱼市场里 有间卖鸟和观赏鱼的店家 是一对年轻的彭信夫妻所经营的 他们有个活泼 可爱的儿子 一家三口 和乐融融地生活着 很多学佛的人 都会跟他们买鱼和鸟类去放生 彭先生知道了这件事后 便起了贪念 先生 要买鸟吗 你看 我店里的鸟长得又漂亮 叫的声音也很好听呢 这些鸟被困在狭小的笼子里 不但没有自由 也无法展翅飞翔 实在是太可怜了 是啊 不如我们买几只小鸟 等一下去放生吧 啊 你们说什么 你们买鸟 是要把它们放掉吗 是啊 我们买下它们 就是为了要让它们恢复自由 这种事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因为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 都是有情感的 它们被关在笼子里 和我们被囚禁起来的感受是一样的 学佛让我们明白了众生平等的道理 爱护一切生灵是会得到善报的 反之必定有恶果 是吗 你们的想法我不能理解 不过既然这些鸟是你们花钱买下的 那就随你们处置了 我们顺便买一些活鱼 一起去放生吧 好啊 前面就有一个菜市场 那里有卖鲫鱼的 我们去那里看看吧 那些人可真够傻的 竟然自讨腰包买鱼和鸟 然后再把它们放掉 它们这种人经常来市场买鸟呢 不过听说它们放鱼的次数更多 几乎每个星期都会买鱼去放生 嘿 老婆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什么发财的机会 快说来听听 它们那些人不是经常要买鱼放生吗 那我们就也准备一些鲫鱼 嘿 如此一来 它们在买鸟的时候 也可以一起买鱼 那我们就可以多赚点钱了 嗯 这倒是个好主意 改天我去进一些鲫鱼回来卖 哎呀 进什么进呢 我跟着那些人 等它们把鱼放到河里的时候 我再趁机捞上来不就行了 嗯 老公 还是你聪明 于是彭先生经常在河边守着 等学佛的人把鱼放到河里 他便用自制的鱼网将鱼捞捞上来 嘿嘿 今天果然有人来这里放生 他们今天放生的鱼可真不少啊 彭先生将被放生的鱼捕捞回来后 再卖给学佛的人以赚取利益 咦 老板 你不是只有卖观赏鱼吗 怎么已卖起鲫鱼来了 是啊 我最近看到有很多人要买鲫鱼 所以我就顺便一起卖 你们要不要买啊 价钱保证比菜市场里的便宜哦 彭先生卖的鲫鱼比别人还便宜 因此许多学佛人便经常到他店里买鱼放生 也有客人是将鱼买回去吃的 所以他总是一边卖鱼 一边抄时间去河边捕捞那些被放生的鱼 小宝 你看你老爸多聪明啊 竟然有本事做五本生意 爸爸 你真棒 小宝 我出去一下 你乖乖跟妈妈在店里看店 我会买糖果回来给你吃的 好啊 好啊 老公 你要去哪里啊 那些人买了鱼 自然会去放生 我去河边等他们放生完 再把那些鱼捞回来呀 说的也是 那你快去吧 结果有一天 彭先生在捕捞放生鱼时 被那些学佛的人发现了 他们非常严厉地告诫彭先生 捕捞放生动物的行为可是极大的罪业 但彭先生非但不听劝告 反而怀恨在心 哈哈 鱼儿 还是跟我回家吧 哎呀 你看 有人在捞我们刚刚放生的鱼 是啊 那个人太不像话了 我们过去告诫他一下 怎么是你 老板 你怎么能捞放生的鱼啊 怎么了嘛 这些鱼你们已经放掉了 那我为什么不能捞呢 哎 你捕捞放生的鱼 那可是极大的罪业 要知道一切众生皆有灵性啊 原本可以重获新生的鱼 但你却又把它们捞回去卖 你说它们会不会怨你呢 你想想 人天天在充满怨恨的氛围和磁场里 恐怕一辈子都好不起来的 你还是将那些鱼放掉吧 既然你卖的是被放生的鱼 那我们是不会再向你买鱼的 哼 你们不买 我也会来捞 捞上来杀掉 也和你们没关系 你怎么能这样做 这样 你早晚有一天会遭到严重的果报的 哼 然而彭先生对学佛人的劝说非常反感 于是从那天之后 他将唠叨的放生鱼全都杀掉 见到有人放生鸟泪 便用弹弓将其射杀 打中了 打中了 爸爸 你好厉害哦 小宝 爸爸会打很多只给你的 唉 他这样肆意杀生 而且杀害的都是被放生的生鸟 早晚有一天他会遭到果报的 由于彭先生伤害了太多的生鸟 在中秋前的一个月左右 果报便降临到他们一家人身上了 那一天 他们全家正要去超市采购食品 不料却在路上被车撞到 一家三口的腿全都被撞断 老公 今天没什么生意 我们就早点关门吧 嗯 也好 快过节了 今天我们一起去超市买东西吧 太棒了 要去超市了 我看到超市了 爸爸妈妈 你们走快点啊 危险 啊 我的腿 好痛啊 爸爸和妈妈 我的腿流血了 我好怕啊 人的一生 护肤由心而造 凭一念善心 可登极乐世界 同样的 因一念恶行 也可堕落至无间地狱啊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波哲波罗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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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